说到素食餐厅 大家最先想到的应该就是麦当劳 肯德基或是汉堡王了吧 他们的所有餐点中 汉堡更是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 现在就要带大家来看看到底谁才是汉堡界的霸主 说起汉堡王会想到华宝 而说起麦当劳 当然就要提起历久不衰的经典大麦克拉 根据网路调查大麦克不负众望荣登榜上第一名 其他上榜的还有摩斯雪玉堡 麦香鸡 麦香鱼 以及汉堡王的华宝 他们绝对都是汉堡界经典中的经典 就麦当劳的角色而言 他们通常会希望就是还是在宝类上面做一些发展跟应用 所以他们的特色上面来讲 会希望以宝类能够满足宝足感的情况之下 来让消费者能够在一次购买这样一个素食的环境里面 能够饱足他的宝足感 但是肯德基就不一样了 肯德基希望就是他所谓的云指回味这样的一个印象 能够落实在每一个消费者的心目当中 Daily View网路温度计从上万个网站 以关键字分析出素食汉堡生活大数据 随着消费者对于餐点的要求水准提高 如何能让产品求新求变成为这些素食业者最大的课题 也因此业者与业者之间渐渐产生了明显的差异 各家餐厅都在积极地发展自己的特色 创造品牌形象 若是没有跟上这股改革风潮 可能就无法满足现代人的消费习惯了 像温天汉堡已经全面特殊台湾了 尤其另外像汉堡王 它在台湾的分店数也越开越少 那我们总归起来几个比较特别的地方 大家分享就是说 这些早期汉堡如果说在口感上面来讲 没有办法吻合当地的一个食用的一个习惯跟特色的汉堡 通常如果太讲究原汁原味的情况之下 可能都会被台湾的市场的一些消费者 所没办法完全的青睐 一间成功的餐厅不仅仅要餐点美味 在许多细节上都要处处讲究 食材 口感 餐点特色 甚至是副餐的搭配 也都成为决胜的关键 现代人为了追求效率 在忙碌的用餐时间 大多会选择素食来解决一餐 能在众多业者中脱颖而出 是各家餐厅的目标 至于如何达成 便要好好考验一下业者们的行销头脑咯